你帮老师补充一下 您看到刚刚那个左上角这里 不是有一个叫课堂表现吗 老师如果有些需求是这样 就是也许他到期中卡 完了我要归零 重新计算 或者你要加总 都在哪里 都在这个课堂表现里面 你看你进来之后 课堂表现 有没有一个选单 按一下 有没有一个清除归零 跟计算总分 所以如果你想要统计的 你就可以从这边 那想要归零 就是大家都重新再来 你就用这个 看你啊 因为归零了就没有资料啦 对啊 所以你一定要先下载 如果你要就是 做一个阶段性的 那个整理的话 这样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所以这个是 您如果有这个需求 就是在这里 课堂出席 那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要请大家看一下 就是基本设定里面 我们刚刚有一个没有讲到 最后面这里 基本的设定 老师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在玩的时候 有加减分 有的是加到学生身上 有的是加到小组身上 他预设是都加到学生 也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是针对小组加分 假设这小组加五分 他是在这五个同学身上各加五分 那如果你是选加到小组 就是小组的分数是独立统计的 也就加小组加五分 你看这里 我进到分数 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里的分数上面有分数 也就是说 这个分数十二分 不会加到T恤里面去 这个就是如果你加减分 用加到小组的 等于两个分开 但是如果你是用预设值加到学生 这十二分是直接加到那上面去的 这样理解了 所以看老师的需求 只是他就是只能做一样的设定 他没办法说 我这次是这样 然后下次是另外一种 所以这个是一起的 就整体的设定 好 这样子老师玩一下 OHA云端教室还OK吗 如果你有班级公告的需求 老师可以在右手边 有没有这里有一个班级公告 就是你的讯息 有一些事情要公告 你可以放在这里 所以大致上 OHA云端教室的使用 就像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会带老师去 OneNote那里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 那个加入影片很方便吗 对不对 那个功能 让大家要会使用 好 OHA云端教室